对大陆推动实施颁发台湾居民居住证 18号上午 中国文化大学大陆研究所教授庞建国 在接受本栏目记者专访时表示 这项制度的推出 既是在回应在大陆的港澳台同胞的共同诉求 也是在兑现党中央的承诺 因而受到了台湾同胞的欢迎 我想这是习总书记在19大提到 给台湾同胞的同等待遇化的一个具体的展现 那么它同时也代表说 大陆对于本身的生活方式跟制度有信心 所以愿意让台湾同胞更方便的 能够在大陆的生活工作求学就业 庞建国教授还表示 由于申领台湾居民居住证 不需要具有大陆户籍 也不需要放弃台湾户籍 这就使得台胞在岛内 原本该享有的相关权利与义务不受影响 这也大大增加了台湾同胞的自主性与便利性 这就是让台湾同胞做选择 不强迫你 你如果觉得就是说是 申请这个新的居住证 对于你在大陆的发展 对你本身为了前景的规划 更有帮助的话 那你就来申请 我说是 我听说是 我听说是 感谢观看